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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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大家今天下午在這裡 同同分享 我們的子宮培訓第一堂 就是跟草菅民生的一些介紹 草菅民生大家上網去找 還有之前兩三年前 在國美館的草菅民生的展覽 我想對大家來講都是很熟悉的名字 所以這一次在做展覽的時候 前面我們跟志工朋友 就可以想像一下 1910年出生的趙春祥 在一個大時代當中 顛沛流離 然後過十年在出生的趙無籍 到了異鄉 向一個貴族身世 然後再過將近十年出生 他是1910年出生的草菅民生 他是可以二十多歲到紐約 他可以去參加各種的抗議活動 可以走上街頭 所以這三個人 他們剛好就是一個二十世紀 整個大時代在翻轉裡面 都是一些代替性的服務 那麼我剛剛有問台南的偶畫廊的陳老闆 因為基本上就是台灣 他們是最早看到草菅民生的未來性 然後他們是在台灣的業界很少還可以在草菅民生還對外接待 然後可以去跟他本人討論藝術作品 那陳先生都有非常特殊的經歷 所以避開大家上網都會Google到的 這一個破點女王的一些事情 包括他自己在那個婚姻思雙年展沒有被邀請 要被人家看到 所以就在大廣場上 然後水池裡面放那個不鏽鋼的小圈球 然後兩塊的經歷就賣一個 類似這種 在這麼多的藝術家 在這麼大的一個時代 一直在變動當中 讓人家看到自己 而且可以變成揚州區 甚至世界上的一種代表性藝術家 基本上草菅先快就十歲了 所以他已經完全是就在療養院 然後工作室直接吧 事實上工作室 我相信那些秘書也很少見到他了 不過基本上很多都是他的想法 一個概念可以這樣子一路延續 所以我們在想要誰來跟志工分享草菅民生 那學者很多 因為畢竟跟他相關他所參與的活動 我們在參與的這些他的一些概念 事實上大家都可以很快的衝進資料上 所以我們就透過這次的徹展員 王立足相見前的畫廊的老闆 老闆就說讓兒子來講 那這一位公子就是留學美國 然後念MBA 然後他再過來要去日本工作 因為爸爸說不要在自己的畫廊工作 因為一間不一定會一樣 但是在不同的觀點底下 年輕的怎麼看待這一個已經被稱為女王 然後很多作品事實上草菅是涉及到心靈上的 他也會探索這些點是在多少萬年以前 可能就是某種光點這種純粹心靈 甚至把藝術當一個宗教來面對的這樣子的一個藝術家 那我們現在就請伊凱來跟大家分享 那剛才已經有跟他講過了 因為他這裡面有一些影片 所以等到他演講完事後 我們會拿他的這些資料放到大家的群組 因為草菅有太多都還涉及版本的事情 所以大家到時候看 就不要再做分享 就是純粹志工的這樣子的一個觀看 謝謝大家 各位學員然後館長 各位老師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南教畫廊的陳一凱 我主要負責就是說 我們畫廊裡面的內部行政 然後一些研究的資料收集的部分 那這一次的演講是我主要收集資料 對 那剛才館長講到說 以年輕人的角度來看說 現在的年輕人怎麼看郭婕玲 我們這一個草菅林生的藝術家 其實我如果以一個研究的角度來看他的話 我只有一句話可以講就是非常的驚嘆 因為在我們也大家都知道說 亞洲展藝術市場裡面 整個藝術活動裡面本來就是落後於歐美國的家 那他在1920年出生 到1950年過去 去到美國的時候 他人在那邊 為了讓大家認同他 所做的很多的行為跟創作 是非常真的是讓人家覺得說 真的是亞洲第一個組 對 所以我覺得以研究的角度來看他 我覺得是非常驚嘆的 那為什麼會取這個波田語 脫節裡頭的影響力就是說 我們大家都知道說他的創作模式都是一點點去創作 那他為什麼會 他的影響力在於哪裡呢 其實在當時他到美國發展的時候 其實他有很多的一些想法跟創作行為 都有影響到當時的藝術圈 然後再來到社會 所以最後到現在已經過了將近五十幾年 從2019年到現在都影響到生活跟時尚 所以你看他的影響力從大概影響了半個世紀 對 那再來就是 所以就是我一次我討論的大概有五個主題 一個是創作起源跟然後第二個就是系列作品 然後他配竊全影響 主要這個部分竊全影響就是我剛才講說 他影響到了當時的藝術權 那顛覆傳統的藝術形式 跟他的一些表演行為上的一些活動 然後我們從第一個這個創作起源開始講說 因為他小時候大概在他九歲的時候 他其實身體已經他的眼睛跟聽覺 都有一些幻聽跟幻覺的一些毛病產生 那他從小是一個他在家裡排行老妖 那他們家是農業世家 那他爸爸是屬於被入罪到他媽媽的家庭裡面 所以其實他們他爸爸其實在他們家裡面是 就是比較沒有地位 對 所以他到草間民生大概九歲八歲的時候 他其實他發現他爸爸 就是他媽媽都會他們家比較不合 然後他媽媽都會叫他草間民生 去稍微去堅持一下他爸爸這樣 然後他就發現說他爸爸就是有後來的外面的女生 就是在一起之類的 所以其實在當時他就埋下這一個陰影 那他九歲幻有幻聽跟幻覺的時候 幻聽跟幻視的時候 他的眼睛裡面都會看到那種小圓點 所以他為什麼會以圓點去創作這個模式 就是說他想要以用圓點的模式把它畫出來 能從這中間得到舒緩 就有點像是自我療癒的感覺 那他有一次 他他們家是種田的嘛 所以他有一次他們家是種 比如說農產品還有種那個花卉 所以他有一次進去到他們家自家農場花卉的時候 他跑進去 然後他發現說他被那種花卉所埋沒 我所湮滅自己的那種感覺 他當下其實他其實是有心理恐懼 那他就把那種感覺畫了出來 其實在他早期還沒去美國前的很多作品 他都比較屬於灰暗、陰暗面 他那個呈現的模式是屬於比較 就是把他眼睛看到的那種幻音幻視 他一直跟他那種被樹叢花草抹滅的那種感覺 創作出來的作品 所以比較陰暗 那也比較像是花花草草的系列 那其實在他小時候睡覺的時候 也會很常去遇到那種幻音幻視跟做夢的樣子 所以他很好笑 他睡覺的時候他會睡一睡 然後半夜起來 就是有如果做夢還是有那種感覺呈現的時候 他會突然那邊驚醒 然後他的床邊就放一本畫 他會先把他塑寫下來 然後隔天再把他畫成油畫或水彩 這是他早期作品都是比較偏向陰暗 然後比較是花草系 因為跟他周遭生活有關係 然後他套上這個原點主要是因為他本身的那種幻音幻視的 那個幻覺的那種影響 所以他畫了上去 再來就是第二個就是心理疾病轉換成藝術的來源 他這個部分就是我剛才講說 因為他其實到後來還有被診斷出說 他有那個因為他做過佛洛伊德精神分析之後 他有那個患有那個精神患冷症 精神強迫患冷症 對 所以他就是強迫症 那他看到某一個東西其實進到他腦子裡面 其實他很難去磨滅 他一定需要把他畫出來或做出來 他才得到書 其實他從很早很早9歲10歲的時候 其實就是這個 這就是他自己所發明出來 他自己創作出來的藝術治療 因為他其實他這一生當中到現在90歲了 他所有創作其實都是在做藝術治療的 那到第三個就是說他聚集 我們看到說他的作品就是原點啊 然後一些很多那種花花草 他畫得非常密 然後帶一種聚集的那種感覺 他把它形容是說 因為聚集就是說我們星球不可能是單一存在 他一定是整個宇宙都是所有星球去集合出來的 所以他把他的原點給呈現這種概念 那到後面我會講說他有一些藝術行為 為什麼他會畫上原點 包括他原點是 後來又代表說他是象徵這個世界上的愛與和平 因為到後來他一 他也是二戰那時候出生的小孩嘛 他到後來去到美國的時候 美國那時候爆發了那個越戰 所以那時候當時美國一些社會上 有一些輿論的踏伐 然後他也在這中間做一些藝術行為上的表演 藝術行為上面表演去反映這個社會上的一些問題 所以這個就是他創作的元素角是這場叫做的 那他原點大家就是教學所知道說 他就是很多元點做創作 他這個就是代表宇宙的概念 一開始他先用宇宙這種概念去解釋他的作品 那到後來爆發越戰的時候 因為那個政府 美國政府的那個派兵 然後他們其實當時不只他 其實很多藝術家包括他們當時的那一些地方上的人士 其實都很反對這件事情 所以他希望說他用他的這種藝術創作 就是可以改變當時社會跟那個整個環境這樣 再來是說他到美國發展的動機跟決心 其實他那時候早期的時候創作的時候 他因為這個語言是歐紀復 他在那個一本書裡一個展覽裡面看到他的原作 然後他看到他的作品的時候 然後這一幅畫的時候他對他內心非常的有共鳴 那他就其實我覺得他也是蠻大膽 也是蠻怎麼講很有決心的女生 他當時就寫了兩封信跟 寫了一封信跟把兩件他的水準作品寄到美國去給他看 然後讓他去請他說可以幫我評比一下這樣 那過沒多久那個歐基復他就有回信給他 然後他跟他說其實美國 因為歐基復他是當時 非常有名的抽象表現主義 在美國那個藝術環境裡面是非常有名的 女性表現主義的畫家 然後他的創作就是半抽象半寫實 所以那個曹靖民生就被他這幅作品打動 然後他寫信過去的時候他就有跟歐基復講說 那個就是你幫我看一下我的作品怎麼樣就對了 那當時歐基復回信跟他說 因為在美國這個地方女生 女性的藝術家 其實也是非常難站上海面 那他跟曹靖民生說你想要經歷的 你想要經歷 想要達到的那種成就 他其實都有達到 然後都有那種感覺 他很建議他說他來美國發展 他叫他把所有的作品帶來美國 然後去秀給所有人看這樣 然後他其實這個歐基復也滿幫他 他也拿他的作品到很多畫廊裡面去跟他說 去跟那些畫廊談說有沒有那一種開展的機會 所以曹靖民生其實也是非常感謝他的 然後他其實曹靖民生到美國前呢 因為他現在已經決心了嘛 他就把他所有之前大概創作 兩千多幅的作品全部燒掉 他就是主要就是說他想要去到美國 重新詮釋自己的作品 重新創作 然後達到另外一種境界 然後這一個是 現在我開始講到 又要講的是說 他創作的一些系列作品 那這一個是無限的網 就是他1958年 他1957年其實就已經去到西雅圖 然後他在西雅圖的時候呢 覺得他也有賣作品 也有賺一些錢 可是他覺得那一些都不是他要的 他想要是另外一種境界是大家的認可 他想要在這一個國際舞台的這一些 這個藝術環境裡面發光發熱 他想要用他的藝術作品 改變了 影響這個世界 所以他到1958年的時候 他就下定決心搬到紐約 因為當時紐約也知道就是他是藝術重鎮 那他飛到紐約的時候呢 他當這一幅作品 右手邊這一幅作品呢 這一幅作品是無限的網的那個源頭 他這一幅作品是水彩化 他為什麼會創作這一幅作品的起源 是為什麼先畫在這個樣子呢 就是因為他坐飛機來到美國的時候 他看到太平洋那一種水的那種波動 給他的這個靈感 所以他想要把那種感覺呈現出來 才創作的這一幅太平洋的這幅作品 那其實當時呢 像他們住在松 長遠的松本寺 他們是一個算是山城啊 所以當時那邊的人 蠻多人都希望說翻過山去看看 太平洋長什麼樣子 因為很多人沒有看到太平洋長什麼樣子 所以他就把這種 當時那個moment的那個記憶給他畫下來 那他右手邊的這一幅作品這個白網 是他後來去做改變的 那為什麼他這個白網的那個感覺 會跟這一邊的右手邊的這一幅不太一樣 就是說因為當時在美國的時候 有一個算是抽象表現主義所組起來的一個畫牌 叫做紐約畫牌190年那中期的時候 那他們的創作方式 就是這一個抽象表現主義 他們當時有一個團體 這個紐約畫牌裡面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藝術家 叫做Jackson Block 就是他算是這個紐約畫牌裡面的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藝術家 他創作模式就是用低畫 那抽象表現主義的創作模式 比較是屬於那種個性化 情緒化的創作模式 他是比較講就是我拋掉所有的數目 我呈現我就是歸到自己的內心去呈現自己的感覺 去畫在這筆作品上面 那草堅民生他當時就是比較 其實他是一個比較叛逆的一個藝術家 他當時就是用他無限的作品 他就是用他的筆觸的方式是一筆畫的方式去畫 有點像雕刻畫出來那種感覺 他自己就說他的作品是有點像機械一樣 機器一樣 機械那種裝置藝術一筆畫去工 去有點像是工筆刻畫出來那種感覺 他創作模式 他創作的時候其實只要一下筆 他如果沒有結束 他不會起來 所以等於就是說他所有創作就是一次性 他不會分收兩三天 三四天沒有 他就是一畫下去 就是畫到完他才結束 對 然後他當時就是 所以他想要跟這些抽象表現主義 這種比較抒情繪畫這種模式做一個區隔 他想要稍微跟他們不一樣 然後讓大家可以認同他 所以他其實創作那時候也比較極簡跟單色 極簡 其實極簡可以看到就是說 極簡主義其實這個比較需要講到是說 他是屬於比較 需要有一點點幾何概念 那他的創作模式像他點線跟面 那個面就是他的模式 所以他其實這個畫作裡面也有 有點看到他極簡的那種概念在裡面 還有單色 因為他整張畫都是 他這還沒畫完 全白色 他整張畫都是全白色的 所以他為了稍微跟那些抽象表現主義有點不一樣的時候 他就會用這種方式去做批判 就是稍微跟他們做一點衝擊跟對方這樣 這我覺得他是真實蠻有意思的 然後再來就是他第二個系列作品 他那個軟雕塑 就是他在1962年的時候 他開始創作這個軟雕塑 他創作這個軟雕塑就是 因為他是1960年初的時候 他就有被診斷出來那個精神觀能症 就是那個強迫症 然後他那個佛羅伊德分析出來說 這個強迫症是會專注在說他恐懼的事情上面 所以他對什麼恐懼 他就是對男性 因為小時候看到他爸爸跟其他女生在一起 所以他對男性的器官等等就是有恐懼感 所以他這一個就是另外一個藝術資料 他為什麼要一直做這樣子的軟雕塑 一直做重複跟聚集在一起呢 他就是說他想要讓自己習慣 他想要讓自己習慣說 我看到這個東西我不會怕 我不會恐懼 所以他才一直做這個東西 就是讓他自己生活上都充滿這些東西 他覺得這些是習以為常的東西 然後他就是達到另外一種 就是另外一個境界就是讓他自己的 可以幫助自己治療 他自己說這個疾病才從這個軟雕塑裡面得到釋放 所以他才創作了這一系列的作品出來 那再來第三個就是說他的無限近視 他1965年的時候創作了 他這個是第一個無限近視 他也算是第一個狀織藝術家 第一個多媒體狀織藝術家 他說這個無限近視是說 他下面這個東西都是軟雕塑 都是指男性性的那個特徵的那個軟雕塑 然後他創作這個這個概念是說 其實在文藝復興時期 大家很多藝術家都會玩空間 無限 透視等等這一種創作模式 可是這種創作模式它僅限於在畫方裡面 他創作出來之後他就只是把他用一張框把它錶起來 所以他是有限制的 那他創作這無限近視是說他讓他無限延伸 讓他把你包在裡面的這種感覺 所以他這個是他出自於他一開始有這種地方 這台電影 那他穿著這一個紅色的這一個套裝 這個算是河森的狀 其實就是有達到自我消融的感覺 因為他的概念就是說 他在裡面其實做一些表演 這些都是有一些表演跟拍照 他這個是剛起步 他的表演藝術其實剛起步在這個時候 他後來還有更多比較大 比較極致 比較外顯出來的那種表演藝術 這個是達到有自我消融 他就說我們人其實最終還是得回到宇宙 回歸宇宙 我們最後還是得是宇宙上面的一顆粉塵原點而已 所以為什麼他創作這麼多原點 這也就是跟宇宙他的宇宙觀的關係 對 然後再來就是說他的南瓜 其實南瓜是他回到日本的時候才開始創作南瓜 他這個南瓜為什麼他要選擇創作南瓜 是因為他們在他小時候二戰的時候 南瓜就是日本最主要的糧食嘛 那他們家又是在種田 種花卉 種農作物 所以他小時候就一直看著他們家的南瓜長大 所以他對南瓜非常的有感覺 然後非常的喜歡南瓜這樣 他包括很多後面的裝置啊 然後雕塑啊 其實都是創作南瓜 那這邊就要講到就是說 他影響了當時紐約最有名的一些 現在起來講其實蠻有名的一些藝術家 那他在1962年的時候跟那個 在跟那個Andy Warhol啊 還有那個Face Oldenburg 這些兩位瀑布藝術家 其實還當時還有蠻多藝術家 還有像是包括那個James Rosenkristal 這些都是瀑布藝術大師 那他當時就在這個畫廊 在綠藝藝藍裡面就跟這一些藝術家做連展 那他比較就是 他其實當時創作這個軟雕塑 其實大家都在觀察他這個軟雕塑 因為其實當時沒有人做軟雕塑 就他那個做 那他為了想要用 就是他在這個展覽的時候 那個克拉斯歐登伯格他有看到他的作品 那當時他的作品 克拉斯歐登伯格這件作品是指江做了印的雕塑 他是跟他一起放在 一起放在那個綠藝藍裡面 綠化藍裡面展覽 那過沒多久呢 到同年的9月呢 那個克拉斯歐登伯格他就開了一個個展 那他就算是剽竊了他的ID 他原本是沒有在做軟雕塑的 那因為看到草堅民生他這個軟雕塑之後呢 他回去之後跟他妻子做了 在研究這些軟雕塑做好 因為他其實當時這個克拉斯歐登伯格他有一點點瓶頸 他想要用新的手法去克服這些新材料的問題 所以他一直在這個瓶頸之中在 一直在尋找說什麼樣可以再讓他成為下一個元素這樣 那他開了這個個展之後 草堅民生就很震驚啊 他就有 克拉斯歐登伯格他老婆就有來跟草堅民生說對不起 其實他意思就是我已經拿了你的ID了這樣 所以草堅民生就是他第一次被 第一次喔 他第一次被那個被竊取的那個ID 然後原本他是想說拿這個軟雕塑去打響國際 因為其實當時真的沒有人做軟雕塑去打第一個 可以請問一下軟雕塑的素材是什麼 他是布 就是布 布 然後裡面包那個文化 他就要去縫的 然後他這個軟雕塑 他這個軟雕塑其實當時也不是他一個獨立完整 他那時候有一個很好 很好的那一個 算是極簡藝術大師叫做Donald John 他跟他算是很 他在美國的第一個會員 他在那個布拉塔這邊那個做展覽的時候 展如線的網的時候 那一個藝品家 也是兼藝術家 他那時候就看到草堅民生的作品 他非常喜歡 然後他就幫忙草堅民生安排他的生活器具 因為他一個人過去嘛 也沒有人幫他 他就幫他安排一些生活器具 然後讓他住在他的樓上 他們住樓上 他們像室友樓上樓下這樣 然後那個Donald John 他就在樓上創作這樣 其實剛剛這張我沒有放到 他有一張 其實當時不只有他喔 他除了那個洛杉瓊 放在這裡 那個Donald John他的作品在這個地方 因為照片也很久 他的作品也有在裡面長 對 可是他是不一樣派給 他不是普普那一塊 他是做標籤簡那一塊的 他是做雕塑的 然後他看到草堅民生的作品的時候 非常喜歡 然後當時他的第一件作品就賣給了Donald John 以兩百塊美金跟他買的 對 然後算是他第一位人 他幫他創一起合力喔 一起做了這個軟雕塑 他軟雕塑的第一件軟雕塑就是跟他一起做 就是他幫他做 因為他是做雕塑的大師嘛 那我們這次做的椅會不會有這個 軟雕塑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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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對 只有兩個盒子 你說盒子的嗎 有小盒子 可是不會是這種椅子啦 不會是這種椅子 不是這種大椅子 是小盒子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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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來就是說他第二次 大家應該比較熟悉Andy Wall的 第二次他被剽竊的這一個 就是說他當時做了這個軟雕塑 用船這個做軟雕塑之後 這是他是他第一個裝置藝術 然後他在畫廊裡面展覽的時候 他在布置這個場景 你們看這個場景 這個他是用那一個照相出來之後 然後把他印出來的 然後全部這樣拼貼在一整個牆面 這包含整個環境 然後這個個人叫簽傳位 然後Andy Wall來看他就跟他說 哇 就是太漂亮了 他是說 他意思是說 藝術家以前他呈現作品的方式就是單一 沒有用環境再去創作一整個環境氛圍 那草清明生是第一個 他是第一個用環境的這種氛圍去創作 去展現他的作品 所以當Andy Wall看到之後 其實Andy Wall在那時候 為什麼他會 這樣就講到Andy Wall 他為什麼他會這麼有名 他的東西為什麼是 從絲網版印刷拼貼而來這麼有名 就是說 其實當時在普普界裡面 Andy Wall在1965六幾年的時候 他還尋找他自己本身的 這一個他作品的定位跟他的主題性在哪 每一個藝術家很重要就是說 他需要他的作品的辨識度的定位 草清明生我們大家知道說 他是點點 南瓜 這一輩 那時候在1960幾年的時候 Andy Wall還沒找到 那時候捐版印刷的時候 是被另外一位藝術家叫做賈國師傑 那一個藝術家他把捐版印刷是被他拿去做 他作品主要的來源的那種創作模式 然後李奇登斯坦就是做 用那個卡通人物 他是比較屬於 他們尤其他們自己主題性就是說 一看到這套作品說 這是誰的 這是誰的這樣 那草清明生那時候有創作一些作品 他也有受到抽象表現主義的藝術家的影響 他有創作一些比較像是 不是低畫 而他畫起來的方式就是手繪的方式 會比較像是用水 有水的形狀那種感覺 這是他 Andy Wall找寫作品是這樣 那在這轉變過程中 他就一直在尋找說 他到底怎麼樣是代表他的作品 那後來有一間畫來是他的好朋友 是Andy Wall好朋友 他跟他說 你就可以怎麼講 就是畫一些你比較喜歡的東西 他喜歡的東西就是一些無關問題 就是一些生活上的東西 然後鄰居人他非常喜歡鄰居人 他非常喜歡鄰居人 所以為什麼會後來會有一些 像是那個蒙娜 他不是蒙娜 他叫做 不啦 這類的作品出來 還有一些像是那個 中國的那個毛澤東 這類的作品出來 這就是因為他也是寫 這個就是因為他喜歡鄰居人 然後他看到草間明生的這一個 拼貼的這一個長頁布置的時候 他把他拿去做他的 他後來的這一系列的冰貼所有作品 都是用這個來列過來 他就是回去把他用這種四方反印刷 做攤板化的模式做成這樣 這代表是他一直做 所以他後來到1985年之間 到1965年之間 中間所有作品都是使用這種印刷的方式去做創作 然後他到1985年之後才又重啟畫畫 可是他畫已經畫了 他畫一年多而已 對 所以只要為什麼他這麼紅 就是主要是他以這一個創作模式代表他的作品 好 然後再來 這就是1966年的時候 他可見你生 這一個是其實他第三次被剽竊 Idean 這一個作品呢 叫做永恆的愛 那個Love Forever 這一個就是他第二個裝置藝術 他裡面就用一些燈光啊 然後地板啊 其實你們有沒有發現說 他這一個裝置藝術呢 又更代表是他很多就原點的元素啊 然後宇宙環更無限 因為他這個無限的延伸 我覺得比他上一個第一個無限的 無限的無限近視的作品還要來的 更效果跟那個作品的效果呈現 跟那種感覺更像是在那一個空間宇宙裡面的感覺 那其實他在裡面呢 當時就有一些 他有一些一些名者啦 他一些行為表演書的一些舞者 就有在這個裡面去做一些小型的 他的行為一處表演 那他這個作品呢 他概念就是說 他就是強調愛是永恆的 然後反戰跟人公民權益這種概念 他希望說他們這些 因為他當時也都跟一些同志的一些舞者啊 他們都很好 因為他們那些舞者在他身上 也可以找到一些歸屬感嘛 所以呢 他就是這些舞者來他這個禁式裡面 去表演的時候呢 他們他創作的這個禁式裡面 跟他們一起做表演的時候 他們會在他身上畫一些原點啊等等 然後讓他有點達到覺得說我回歸宇宙 然後讓這個愛可以永恆地繼續下去 所以他的作品到後來中後期的時候 其實都一直在轉變成有關一些批判社會啊 然後講一些他對社會上這些同志的議題 所以他也是後來被叫做性同性解放 性解放的代表就是這樣 因為他自己說他自己是無性的人 他說他自己不是男生也不是女生 他就說他是一個無性的人 他看那些舞者的表演 只是說他是一個操縱者而已 他算是一個導演 他主持了這一些表演藝術活動 對 然後這個作品呢 在大概隔七個對七個月後 他就被一個當時紐約非常 就是蠻有名的那個Lucas Semaris 這個藝術家 他是在紐約非常有名的那種前衛藝術家 他的作品之前就還有在一款佩斯 佩斯是一件美國非常老牌的百年那個畫裡面 他做的那個展覽 然後這一個展 這一個就是他的無線鏡 這個是草間的無線鏡 然後這個就是那個藝術家的作品 就是非常的類似 這個結構非常像 而且草間秉聖他這個無線鏡的時候 他的包包外觀啊 草間秉聖是用白色 他只是用透玻璃去做那種反射這樣外觀這樣 然後草間秉聖看到之後呢 他就覺得 哇怎麼就是他沒辦法接受 所以他就自殺過一次 可是沒有成功 他說 他說他就是這一輩子他自殺過一次 他說他活了下來 他就講一句話說 他這一輩子是為了藝術而活 不然他就自殺過幾次 因為他一直沒辦法從他那個疾病裡面走出來 然後他就被票限 這也是第三次票限 你看他們當時 他當時光一個人力量 他就影響了三大 三個很有名的瀑布藝術家 這個是錢維基家 然後另外兩個瀑布藝術家 那一個克拉斯歐登伯格 他是瑞典的一個很有名的公共雕塑家 他還是做一些就是生活上比較苦苦 生活上面的一些創作 他也影響他 然後又影響他的瀑布藝術 然後後來又影響他是第三次 對 然後呢 現在沒有講到就是說 他顛覆傳統的藝術形式 剛才那個李館長也有講到說 他在那個 他沒有被邀請去 1966年之後 他沒有被邀請去威尼斯創林長 可是他就把他的 他在那個威尼斯那個地方 然後他就做了1500顆的裝置藝術 這算是他第一個顧外的裝置藝術 他是這種塑膠球 銀色那種塑膠球去做的那種裝置藝術 然後他就在那邊開始賣 然後一顆兩塊錢沒金嘛 然後那時候呢 裡面的那個威尼斯雙音展 當然在辦展啦 裡面的那些人 那個威尼斯雙音展那邊的人跟他說 你不要在這裡賣 然後呢 他就被驅逐出 又斷電了 好我繼續講好了 就是他被驅逐 就是要被叫他離開 他就把他的和服脫下來 他脫下來一樣穿那個紅色的那種樹裝就對了 然後他就躺在裡面做行為表演 他那個行為表演就講到說 他身 他旁邊不是說是圓球嗎 他就又回到他原本的概念 就說我要自我消融到 跟那些圓球合回一體 他就說要他又要回歸宇宙那種感覺 所以他又做了那一個 個人的那種就是行為藝術表演 那他一顆兩塊錢賣給 賣給那些觀眾 其實他我覺得 這是我個人感覺 就我覺得他是有在想要去確認某一些事情 他因為當時在整個國際上的那種藝術氛圍裡面 作品啊 就藝術作品他是非常可貴 那你一般人也沒辦法買到 然後他是一個叫學院派的東西 那他在因為問題的雙零展是一種指標性的展覽 所以會去看展覽的人 除了很多民眾啊 當然還有一些很有名的收藏家 然後他去賣那一顆他的裝置藝術呢 他就是想要確認說 藝術品是不是可以被普及化 這就是也是普普藝術的另外一個概念 就是說普普藝術大陸就是生活上的東西 然後展現給一般社會大眾 不會是說他是比較偏向是比較客觀的立場去看待藝術品 他不像是抽象表現主義是比較個性化 比較情緒化的東西 那他賣的那一些一顆一顆那種圓球呢 他就是那邊的觀眾非常的熱烈 然後看他在裡面做那些表演 他內心就有篤定說 以後的藝術總向一定絕對是普及的大眾化 然後大家都可以購買得到 然後非常商業化的那種東西 對 OK 好 那我們去講就是 他這個戶外的裝置藝術 上次他創作這個藝術的時候 他有用兩塊錢美金在賣 那主辦單位就跟他說 你不能在這邊賣這個你不要再賣 他就說為什麼不能賣 他說就像旁邊那個攤站一樣 賣冰淇淋賣熱口大家都在賣 所以他就說藝術品這種東西 為什麼可以普及化 就像普普藝術的概念就是這樣 就是這種東西是可以大眾化可以普及化 讓大家 很多人非常去接受他 喜歡他 因為他跟我們生活上非常貼近 包括很多其他的普普藝術大師 他創作模式 像Andy Warhol也有拿罐頭啊 然後那個James Rosenperson啊 廣告看板等等之類 他就是一些創作模式都是 可以非常貼近我們生活上的東西 所以他的這個作品 他的這個裝置藝術作品就是 為什麼說他不能跟他們其他賣 賣熱口賣冰淇淋一樣 所以他就是用這種很墊覆式很非常 就是不想要跟以前那一種很守舊 很傳統那一種行為模式的運作就是這樣 他就想要很墊覆的去改變了人意 對藝術這種看法 好 再來 這就是他最後一個就是他的那個表演 表演藝術活動 這一個是一個他屬於他的一個行為藝術表演 他在1967年之後 其實有做一些行為藝術上的表演 其實他只要每一次做行為藝術上的表演 就是在對這個社會上的一些事情做一些比方 但他以前做行為藝術上的表演 只是對從紀念的那種比方 在他的那個無限進視裡面 那個不好意思 我回到剛剛那一頁一下 這個 這個其實他為什麼做這個窗口 我剛才會讓大家解釋 這個窗口其實他這個主題有一個來 有一個就是 有一個圓頭 就是他這個主題是說 有點像是Pip Show 就是那一種那個頭髮秀 他們那些物質在裡面表演 那你旁邊的人 就可以利用這些窗口去看他們這些物質的表演 然後無限的延伸自己的那種 對這種視野那種感覺 所以他當時那個畫廊 跟他取一個名字叫Pip Show 對就是頭髮秀這樣 那他那一場 我們再回到這邊 他那一個第一個行為數表演 其實他現在那個無限進視的那個 很多軟雕塑在地上那一個 可是他是他個人 再來就是他比較多一些舞者 他其實後來這個藝術表演的時候 他有養一群的舞者 那些舞者其實都是一些同性戀的舞者 然後那些舞者就在他那個裝置藝術裡面 做一個展覽 那個裝置藝術也讓他成為是世界上第一個 做多明體裝置藝術的藝術家 所以他也在裡面做展那個表演 然後後來到1967年的時候 這一個才是比較大的 他到一些第五大道啊 然後那個紐約布克林橋啊 然後到那個紐約那個金融中心 那個華爾街啊 那邊去做一些happening 這個詐句就是那個happening的意思 就是那個突然就是做一些 一小段的那種行為藝術上的表演 啊他這些 快神 對快神 對快神 然後他這個表演呢 他在1967 這第一個表演就是說他就是訴求 他有一些很多那種嬉皮人士 其實都是一些比較是同性戀的那一些 但在1960年的時候 在那個紐約當時那個社會 其實是非常非常恐童的一個時代 大家其實都很怕同性戀的這一種 這一種遺體啊 然後這一些人這樣 所以他們就 他們就是 他們就是 那個時候是艾斯病開始的時候嗎 蛤 那個時候是艾斯病開始的時候嗎 那個時候是艾斯病開始的時候嗎 艾斯病開始的時候嗎 這個 這一個 我沒有到 因為 對 因為 重慶那艾斯病這個怎麼講 應該不是喔 這應該很多 很久以前可能就有了 應該說 那我們那個年代是很怕 很怕這一些人 是因為 排斥他們 是恐童 就是要排斥他們 所以 所以他為什麼會在草菅女生上面 得到一個歸屬感就是說 草菅女生是一個沒有性的 他說認為他其實是沒有性的 所以他在他們 草菅女生面前 他可以非常的能展現自己 對 所以他在他們 他在人員身上找到這種歸屬感之後 他就自然而然去吸引了這些 吸皮 吸皮的那一些 不管是舞者啦 那一些統治啦 就吸到他身邊來去 跟他做一些合體的創作 所以他在那時候就有在 紐約第五大高做一些表演 那他後來也被稱叫做 吸皮女王 就這個女王 然後再來就是說 他第二個 比較 我覺得比較厲害的是 他在1968年的時候 他主持了全世界第一場公開的 公開的那種通知問一 就是草菅女生是主持人 他主持那個公開的通知問 我覺得這個讓我很訝異的就是說 在將近現在八個世紀前 就八個世紀前 竟然就已經有這樣子的人在做這一種 就是反共社會 同治這種議題存在 重點還是 他竟然是他主持人 我覺得 而且還在這麼保守的 日本社會長大的一個女生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讓我覺得非常非常驚訝 我覺得 我是從來沒有想過說 有一個人竟然可以在這麼早情 就來做這種顛覆式的這種想法 然後對社會上所有事情做一些批判 所以其實他做這一些表演 其實在雖然是在紐約這一種 美國這一種很開放的社會 其實在當時很多人還是不認同 非常多人不認同說他做這一些表演 因為根本就是大家都還沒有 社會上的這些人還沒有觸及到這一塊的時候 他就已經在反共這些事情 他就對政府做這樣子的一些批判的事情 然後他到1969年的時候 他在那個紐約現代美術館 就是MOMA 做了一個乍線的表演 就是Captain這個行為術表演 他當時在反共紐約現代美術館的一些 保守的那種展覽的那種極致 因為當時紐約現在的美術館都長一些 比較古典的藝術 不是他們那些 不是像曹建民生這種活在這些世界上 然後這些當時也滿 就是另外一派的人起來 因為其實這是在抽象表現主義 跟瀑布藝術在交織的這個時代 所以他曹建民生就講一句話說 那個MOMA這一間現代美術館是哪裡現代 他說美術館裡面有展一些死掉人 以及死的藝術 就是死掉人的作品 結果那個現在的人卻死掉這樣 意思就是說 他現代人就根本沒辦法進去裡面展覽 結果以前的人呢 那些死掉那些人竟然還可以在裡面展覽 他說這哪裡現代 所以我會覺得他真的是非常有個性的那個 我覺得他真的是太厲害了 他有個性的那個 所以他就是表示 他要抗議這一些保守的表演 這邊也講給你看 這個是紐約現代美術館的中庭 然後中間這個好像有個雕塑 然後他們就在裡面做一些炸戲的表演 那他後來這些表演的 其實他這個炸戲藝術呢 他第一場這一場1967年完的時候 其實在德國有一個 德國那邊派他 請他再把這個行為 藝術表演戰呈現一次 方拍就是方拍成一個電影這樣 好像是紀錄片 然後呢 德國那邊搭一個場景 就是他一樣四面都是鏡子 就變成一個鏡子 然後呢 舞者在裡面表演 然後他表演完的時候呢 到最後最終階段的時候 舞者會互相在他們自己的身上畫圓點 然後草青品聲也會在舞者身上畫圓點 這個意思就是說 我剛才一開始就講的是說 他們想要達到一種自我消融的境界 就是說 回歸到宇宙 因為ending 最後高潮結束完之後就是ending嘛 那是不是這些東西就是要回到 回歸宇宙 所以這就是一種 人生這樣出來到巔峰的時候 再回歸到宇宙本身自我消融的狀態 所以其實草青品聲不只在這一些炸戲表演 其實他還有一些戶外的那種公共場所 就是比如說 他有在那個中央公園 他有牽一隻馬 然後把馬貼圓點 然後自己本身又走進去湖裡面的 這些其實就是想要自我消失 然後回歸到宇宙的那種感覺 他一生就一直在做這種事 然後這個圓點又被他代表之後來到越戰的時候 對當時美國這一些越戰的這一些議題做一些批判 另外一個層面的解釋又達到的是說愛與和平 他想要希望說他藉由這一些愛的利益 然後達到這種可以永恆的和平下去 他在做這些炸戲表演的時候講過一句話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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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這個世界上 大家能展現 就是能釋放自己的愛與 就是自己釋放自己的情欲 那這樣這世界還有戰爭嗎 他意思就是說 如果大家可以盡情釋放自己的喜歡的對象 然後不管是男男男女之類的這種議題 他大家互相喜歡的話 根本不會有這些戰爭 不會有這些戰爭存在 所以他想要用他的藝術作品去影響這整個世界上的人 他當時 就他的觀點不是只要站在世界上 讓大家知道說這個是有名的藝術家 他是要改變的 改變當時的社會環境 他想讓大家去有和平跟愛的那種感覺 所以他後來他的原點 後來一一層解釋 就不只有在宇宙觀 他還達到另外一種人類的那種 人當時社會環境跟人跟人相處這種 愛與和平的觀念這樣 對 然後這個就是他那個 在那個教堂裡面 所舉辦的那個同治婚姻 這是一個開放性的 開放公開表示就是同治婚姻的 他第一個辦 對 好 那最後就是說 草菅女生 就是我整理幾個結論 就是要跟你們討論就是說 那個 他作品的符號的那種辨識度 就是從原 我們大家都知道原點 然後狙擊 那後來他這個原點 就是我剛才講的就是說 他對這個世界上的這一些 愛與和平啊 包括他宇宙觀啊 這一些就是可以成為他 是作品上的一些他的符號 他符號的主題啊 他就說他的符號主題就是聚集 聚集這一些宇宙能量 然後所以後來他才會 產生叫做波蝶溫暖 波蝶溫暖 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他運用 他很早期很早期 這種1939 因為他九歲十歲的時候 大量畫作作品的時候 他就用原點在做他的作品主題 然後是非常密集的 對 然後他影響了三位 當時非常有名的瀑布藝術家 所以為什麼我才會說 波蝶女王的影響力從以前到 從1960幾年的時候 就開始影響了周遭的瀑布藝術家 當時美國瀑布藝術家 在草千民生那個年代 上下幾差大概兩三歲 那些瀑布藝術家 至少有大概九個十個 那很有名的 除了這三個之外 除了就是Klaus Oldenberger 然後Andy Warhol James Lawson Christer 這幾個 其實還有一些 那當時最主要是他影響到這三個 當然還有其他的 就是他影響最主要這三個人 他這三個人 其實在現在的整個藝術家 藝術氛圍裡面其實也是非常有名 就非常有名 像一間Klaus Oldenberger 他做很多的那種公共藝術雕塑 這些之類的作品 其實在世界上也都非常有名 然後他竟然可以影響到他們商量 我就覺得說他真的是 他當時的他那種觀念 他的那個 他的觀念藝術真的是非常的強烈 他的那種創作模式非常指標 對 然後他也是極簡單色 跟那個極簡單色普普遺出選舉 極簡單色就是我剛才講 他無線的網有沒有 我剛才講說極簡就是需要有一點點幾何 要幾何的概念 像那個Donald Jarre 他就是創作雕塑 他是比較屬於是幾何性的 幾何的那種極簡因素的先驅 那他的無線網的作品就是點、線跟滅 那點的話就是連點 線的話就是他用工一筆一畫這種 比較是工刻畫的那種感覺那種作品 讓筆觸去創作 那滅就是他整個整張作品 他那時候詞幅非常大 他一口氣直接完成一個這麼大張的詞幅的作品 那他的作品就變成單色 就變成極簡單色的普普遺出選舉 就是他講的當時的所有的普普遺出 藝術家一樣 然後再來就是他我剛才講的 他對社會的批判 社會的批判真的是 我研究了他這一段 就收集這些資料這段時間 最讓我震驚的這個就是他的行為藝術表演 跟他的裝置藝術 因為很難想像就是說 在一九六幾年的時候 竟然有可以用這樣子的 這種行為模式去做創作 因為當我們現在看到其實很多藝術家 也有類似的那種作法去做的時候 我們目前我們看的時候會覺得 我們出生裡面的 因為像我出生一九九幾年 那我的感覺是說 我出生的時候看到這些作品 就已經是這種 就是看這些作品看這種感覺 我覺得就已經沒有什麼的感覺 可是你回推到他一九六幾年的時候 就做這些作品的時候 我會心裡想說這女生也 就是這藝術家也太厲害 因為大家現在大家 用這些作品是非常普遍的時候 他在半個世紀前 就開始要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就覺得非常 心裡面會覺得非常的 就是很 就是不知道怎麼講 就會覺得太厲害了對不對 然後他就是做一些社會性的一些 一些行為藝術表演 現在行為藝術呢 在這個全世界國際上來講 也越來越發展越來越好 然後他竟然在半個世紀 人家做這種行為藝術表演 他用這種方式去讓他的藝術跟生活 在社會裡面整個串成一點串 他用他的原點做最後的end 用當時的社會宇宙開頭 然後在整個生活產品上面 去做展驗 所以這個是一連貫的這種創作模式 我也覺得他真的是非常的大膽 然後很有勇氣 然後也不怕政府這樣子把它就是 因為其實他剛才創作這一個新聞術表演的時候 他這一些紀錄啊 這些照片紀錄都有登上報章雜誌 都有回傳到日本 他還因為這樣被日本人 他們那個長野縣的那個 算是高中吧 把他處理掉 然後他爸媽媽都非常不亮晉 因為他裡面有一些裸體啊 然後就是當時日本社會你們知道 就是比較保守 所以他做這些表演 在國外委員這些地方做這些表演的時候 他們那些日本政府是非常不能接受的 他甚至把他踢出就是畢業經驗車裡面 做這個畢業經驗車沒有這種問題 所以他當時候做這種批判性的這種表演 你會覺得他真的是很有勇氣 然後再來最後就是影響到時尚生活就是現在 現在生活上很多衣服啊包包啊 他後來才有跟那個LV有合作嘛 他把他的原點也印到LV上面 所以你看連包包時尚圈的 也去找他來做了合作 他影響到你看他除了整個我們生活上面 包包包整個時尚這樣 然後衣服包包包啊各種東西 都可以看到他的母子 雖然後面的那個藝術家 1980年出生的藝術家 那個David Hurst 他也有跟他當面面對面討論過他的那個作品 他也 曹靖民森也說 因為David Hurst也有畫原點 然後可是David Hurst他意思是說 他沒有操心 沒有棄取他的靈感 可是曹靖民森也非常尊重 他也跟他說我覺得你的作品也就是非常好這樣 他有非常他 David Hurst有他自己能批判 他是社會的一些問題的一些作品 所以他曹靖民森也沒有認為說 他是在就是拿他的一些ID等等等等這樣 對 只是說曹靖民森他真的是影響到整個現在 包括社會啊 生活上面 很多可能都看到他這些原點的東西 然後就可以引用到整個社會生活上面 包括什麼屋子啊 之前在那個國外還有一間屋子裡面 又貼到原點啊 玻璃屋裡面貼到原點這樣 所以我覺得他真的是一個 影響從半個世紀以前就開始很影響社會 到現在的一個很偉大藝術家 對 那就是有什麼問題嗎 我想這樣結束了 來 請問啊 不要問我啊 今天主角不是我 其實對於草菅和國內的民眾並不默契 可是如果我們要去介紹他的話 我們要找個樣的 可以讓大家有一個清楚的一些 我覺得 我覺得他的作品是因為他的符號開始講 因為一般人看他的作品 他應該說說他怎麼會想要這樣創作 他怎麼會想要用原點 為什麼會想要做成像這種造型啊 所以為什麼他才會打 舉出說他所有做法的系列 來源之上 像軟雕說 無限的裝置這些跟他談話 這個是透過源頭的 就是為什麼他會用這些概念去做創作 不是說不能跟民眾解釋說 一件作品他的創作來源 他的創作idea是什麼 可是我們可以從他一系列的作品去解釋 他說他的創作來源之上 因為我伯伯一說這種東西 這只是有概念 這是算是有點像是conceptual art 這種概念技術的概念 他是一個觀點 他沒辦法是說他這些單對單一件作品去做解釋 他只能說從一個作品他受到什麼樣的影響 不管是其他派別的影響 生活上的影響 他內心層面的影響 這一些都是可以成為他創作來源 所以他這個作品是要展現他什麼樣的概念 這個是我覺得這個比較重要 所以跟民眾解釋 當然應該大家一開始會好奇 為什麼要原點 那後來原點一定是應用在他每件作品上面的時候 後來就會解釋成 比如他的網 他無限網 到他的那個軟雕塑上面會有一點 在軟雕塑上面 為什麼他要做軟雕塑 這種東西 這種解釋切入也會比較好 讓民眾比較好認同 再來當然越來越多的時候 才會開始講到後面他生活上的背景 他從小怎麼樣生活過來 他得到什麼病 後來又做一些什麼樣對一些社會上的批判跟顛覆 這些才會後來再解釋到 那如果只單純對 針對這種作品上的這種 這個是他的創作元素是大致上 可是他的企業系列發展的話 就是我剛才講說這些作品 他是想要表達什麼 那當時他 因為他們是在抽象表現主義 跟古本藝術交織的這個年代 20世紀的時候 所以他們在顛覆抽象表現主義的時候 都會做一些他抵抗抽象表現主義的一些作法 所以這個我剛才講他無限網 是像是筆觸上面有不一樣 那再來就是 雕塑就是他因為心靈層面 跟一些病症的關係 所以才有這一期的作品 再來就是無限近視是說 他有一些說他的概念是說 以前就這種空間無限的這種作品 可是卻沒有把他把人身歷情境之中 是僅限於在那個畫作裡面 這種框表起來這種範圍裡面 所以他才會創作這種作品出來 才是一個概念 然後再來就是南瓜 就是他小時候非常喜歡 就是怎麼講 就是說他有一份感情 那小時候在家裡後院 就看到南瓜 然後花花草草都在 都念起來 都是這樣的關係 所以他們家也會種南瓜 去賣給人家 他們家是農務 算是農業私家 蠻有名的 就是在當時長野縣市算是第一大企業 所以他對南瓜有一個特別的感情在裡 對 然後這些教材就是這樣 那還有什麼問題嗎 我要問一個問題就是說 像你剛剛講到這些原創的一些文件 那我們可以說他的一首是原生藝術嗎 算是藝術 當時他那個極簡藝術的時候 他和極簡藝術的那個藝術家 他有畫一些線跟勾勒的一些幾何圖形 當初教員他講說 曹菅女生比他還要來的原創 所以第二個問題是 我們剛剛提到說他的心靈層次的問題對不對 心靈層面的問題 那他想要藉由這個來作為一個自我療癒 譬如說藝術也是可以是一種療癒的 那可是另外一種另外一個心靈層面來講 有一種叫做幽閉口血症 或者是密集口罰症 那這兩個東西 他其實不是幽閉口血症也不是密集口血症 他是強迫症 我知道 我是說心靈層面上同時會有這個問題 就比如說 對對對 他是一個對照 不同的 他藉由自我方式來做治療 可是對另外一些層面來講 一些人來講 反而會去造成他心靈上的問題 他是想要藉由抒發的方式把它畫出來 因為他認為說我今天把它畫出來 我心靈層面會得到有點解放的感覺 所以他才會一直畫的 因為他眼睛其實也越充滿了圓點啊 然後有一些看到一些幻視 他就是當下想要怎麼畫出來 就是說他想要得到輸 他想要得到疾胖 對 所以他才用這種方式去做創作 還有 你剛剛是講到心理上 我曾經看過的報導 就是說 他小時候你說他的眼睛那個 就是心理上 常常是好像有這個 你講的就是蠻蠻蠻的 對 所以看到這些 是不是跟這個有點關係 對 對 他當時就有講說 他就是說這些 所以他就會把他這種看到的東西都全部畫出來 所以他這個 你剛剛講到這兩個症狀 其實一個是精神性的 一個是生命性的 對 你現在覺得有點搞不懂 到底他真的是生命性還是 強迫症是精神性 他後來1960年初的時候 Poloid他做Poloid分析的時候 他強迫症才被驗出來 他在出生的時候 他在9歲的時候 他的眼睛是常常看到這些幻覺 他也不算是這一個症狀 他不是 他就是這些幻覺 可是這些幻覺 精神性 對 有比較偏向性 他沒有實際上說 他講過說他有慾變還是什麼 他是就是飽受這些有點精神的善用者 他其實這些點 我覺得應該跟他小時候 家裡比較壓力很快 他有講一句話 他說 在這種有毒的家裡組合理 我只要為我的藝術而活 他有講過這句話 其實他其實小時候壓力滿大 因為他媽媽想要他去上品牌課 他就跟他媽媽說 就是打成一共識就說 好 我他媽媽說 我今天讓你去畫畫 可是你要去給我上品牌課 後來他也別去上品牌課 他跑去藝術學校上課 他媽媽會氣死 所以他媽媽其實是滿反對他做藝術家 他媽媽想要他嫁一個好女家 然後就是做一般日本女性的那一種 就是當家裡組合等等 所以他媽媽有時候在他創作的時候 會從後面把他作品抽走 所以他有時候在創作的情況下 也是非常的快速想要完成一件作品 所以他其實各種壓力 不管是他生活上 他媽媽他們家的那種家裡組合的那種生活壓力 還有他創作的時候 有時候他有一些壓力 對 然後他跑進去他們家後花園裡面 看那些花繪的時候 他當時就有一些 我講說他有一些幻聽幻視的感覺 他說那個花草裡面 其實也滿多人在看他 他有一些作品是因為花草 可是那花草是非常尖銳的 是很狂野的 很怎麼講 就是說他看到那一些東西 是要想要傷害他們的樣子 所以他所把那種感覺跟看到的東西 他一定把它畫下來 所以他有一些作品也有一些人臉 有好幾百張的 就是好幾十個人也疊出來的 這個就是他在說他 好像站在花草裡面 也有人在看他的感覺 就是那種幻聽跟幻覺的人 所以他早期的作品都是 在他去美國前都是以幻聽跟幻覺的人 就是的方式去創作 後來到美國之後這一些 一筆一畫的那種很強迫性的那種畫法 跟軟雕說的 就是在他那時候驗到說 他有強迫性精神觀有症 這時候他才展現出來 對 所以這個他前期作品跟他後面到美國作品 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他的盛視的比例是強迫性 強迫性精神觀有症 我就很好奇他後來晚一點也世界成名了 人家訪問他的時候 他後來有沒有承認說 這個藝術真的是治療了他 他到1975年回 1973年後回到日本 1975年的時候 他決定不回美國了 他繼續留在日本找了一間醫院 然後做藝術治療 他在裡面做了 他在裡面有跟 因為他的醫生也對他的自己 這種藝術治療的模式非常有興趣 所以他可能跟醫生有溝通 然後做一系列的 有規劃性的藝術治療 以前找一些藝術治療是自己畫 自己療癒自己 那後來有1975年之後 他住進去那間醫院之後 可能就有一些系統規劃性 那種藝術治療的模式 對對對 有一個訪見你生的紀錄片 一保 最近才 對才剛開始說 請問一下 這次的展覽有什麼樣的東西嗎 就是我們要找到這個深層嗎 應該不需要嗎 其實不用啦 你就是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你看到什麼作品的時候 就可以稍微帶 稍微帶 對作品還有軟雕塑 也有軟雕塑 他是用格子的方式去做的 這個就是也可以跟人家講到說 他軟雕塑是怎麼來的 然後原點 他啟發是原來自於他生病啊 然後受到一些幻靈幻覺的那種感覺去得到啟發 然後他叫概念是宇宙觀 跟後來轉乘 對社會性上愛與可憑的那樣批判 就是因為 因為他現在的東西非常貴對不對 跟他一顆球兩塊錢差很多 因為他眼鏡到一萬多 失禁要三萬多 那一個提包就很多不講了 所以他那些東西是已經買不起的 對 所以你說最原始的那個概念已經不帶了 所以他覺得應該 他就是已經被影響到什麼了 對 就是那個時尚的東西一定沒有講出來 沒有啦 有這個袋子 你說時尚錢 好間的任何東西都買不起 只有一個夾子 還有夾五十塊的 幫你今天帶的袋子 幫你今天帶的袋子多少錢 那什麼紙車 還好啊 那些草間都一些很貴的 要是賣到幾千塊 我們那一天我賣 對啊 我是不是去拍拍的 對不對 他就上了 因為他授權數了 他有問題嗎 沒有了啦 那我做個節目好不好 不要那麼聊草節目 今天謝謝易凱跟謝謝明哥 他們都是在台灣一隻圈 對於草間的認識跟經營 都是走了前面的先驅 所以我們今天真的很難得 可以請大家 謝謝你 可以請到他們 而且我是沒有聽到全部 因為今天設備有點問題 不好意思 今天沒事玩跳電 所以很多大家都都包含 那其實我覺得 我片片式的聽易凱在談草間米城 其實大家很快速又精準的 幫我們抓出幾個重點 比如說草間 大家不知道為什麼他們的重要性 其實給大家一個很簡單的觀念 就是為什麼大師是大師 就是他其實在這個整個發展的水靈線上 他陸續開了很多支線 然後這個支線其實是他漸漸引起到期 他也被稱為大師的藝術家 所以草間米城 你去看他現在的自己的專門 他還是會說他自己是Evanguard 就是前衛藝術家 其實前衛這兩個字 在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 已經算是一個早就被用的詞 如果你現在在當代藝術裡面說自己是前衛藝術家 其實是非常老態的 那我要講的重點是說 在草間米城的這個路線 像Oldenburg這個也是非常厲害的藝術家 那其實Evanguard剛好談到那個藝術家名字 叫Frank Stella 他本身他們都自己除了是藝術家之外 他們自己也收了草間米城的作品 特地拿出來賣 Frank Stella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那我覺得Evanguard他很快速的幫大家 拓展這幾個認識藝術家的支線 大家可以透過這幾個藝術家 開散出去 我們在閱讀上 或者是在找資料上面 也可以透過這幾個資料上開散出去 其實這個找下去非常久 對 很廣 這個找下去沒有找個十天八天 沒有錯 沒有錯 所以他很快速的幫我們抓一些重點 我覺得很棒也很難得 那各位也不要太緊張 就是因為其實我們現在在做造初想 那造初想其實跟草間米城 應該前後差了一兩道路沒有去 所以他們同時其實都在 你知道戰鬥藝術當時他們都是 整個藝術的重鎮首都就在紐約 因為當時已經從巴黎轉到紐約去了 所以當時其實這些藝術家 都跟趙春祥也有關係 所以當年你在認識 或者是在你已經閱讀熟悉的趙春祥裡面 其實你還是可以把那些資料的轉換 拿來談草間米生跟他周遭的朋友 我們這樣講好 就是草間米生與他的朋友們 用這樣的邏輯去互相推敲他的作品 跟其他藝術家的關係 那我想這個東西是大範圍來講 也是因為這樣堆砌的關係 草間米生在頂端 你想要下面的人 才會有他的櫃子 也他才會那麼貴 那就不要想他貴的問題啊 反正這不重要嘛 就是我們喜歡的東西 可以藏在心裡跟腦裡 不一定要放在家裡 謝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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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謝謝